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上节课呢 刚才我们去说过了 通过request的这个对象呢 能够去往外提取参数 当中呢最常用的就是前三个 也就是说是data form跟ax data呢指的是 你在去提取参数的时候呢 能够从请求体的参数当中往外去提 但是呢这个请求体的参数的话 是除了表单格式之外的 其他的剩下的数据 你是可以拿出来的 然后呢form当中也是从请求体当中 往外去拿数据 只不过是说 它会把请求体当中的表单格式的数据呢 给你转换好 形成这么一个字典 能够往外去拿 还有args args呢是从这个请求的 网址的这样的查询字换当中 往外去提取参数 然后呢通过这样方式往外去拿的话 它也是给你转换成了一个 跟字典很类似的那么一个东西 可以按照字典方式来往外拿参数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当中如果参数出现了重复值 如果你想拿一个 就是通过get 如果你想把重复值的这样那个 参数都拿出来 就通过get list方式 能够往外去拿 这是关于这样点说明 这个说完成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那你还能够去说举哪些东西呢 还能够在cookie 前端传送来的cookie 也是能够在这个request对象当中 能够拿过来的 那这个cookie呢 待会我们再去说 说点东西呢 说heiders heiders这里面 你也是能够拿得出来的 前端当中给你传送过来的 什么样的类型的这样heider 都是通过request.heiders 能够拿出来 而且request.heiders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字典的方式 来进行对待 你可以按照方向号 也可以按照点get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 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现在进行判断的时候 前端当中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访问过来的话 那你这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request当中 有一个master的属性 能够去获取出来用户的请求方式 那这一点 比如说怎么去理解呢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就定义了这样的一个视图 对应的网址是斜线index 然后我说了 这个视图你在进行访问的时候呢 你可以以get的方式访问 也可以以post的方式访问 但是你说通常对于这两种请求方式 我在视图函数当中所做的业务逻辑 可能不太一样吧 对吧 是不是很有可能不一样啊 很有可能不一样之后 如果你是以get的方式访问到了这样的一个请求路径 那我要给你做什么工作 如果你是post方式又访问到这个路径 我再给你做什么工作 那这时候怎么去做呢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 可以通过在request当中有一个master 通过它来进行判断 如果说这一点 if request.master 它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它是get的几个方式的话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做什么工作 按if如果request.master 它又是说是以post方式访问过来的 那我在这里面再做什么工作 不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那这种方式应该跟张国里面是一样的吧 张国没有这么去用过吗 那你们再去实现一个网页的时候 你比如说有一个什么网页呢 就一个商品详情页吧 商 不是商品详情页 就是那个注册吧 注册那个页面 注册那个页面 首先用户一输入网址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页面给渲染出来啊 然后呢 在这个底翻 当用户去点击立即注册的时候 你必然要把表单数据 也给它保存到数据库当中啊 那这时候你是做了两个试图是吗 做了两个试图是吧 做两个试图也可以 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也可以做同一个试图吧 能不能做成一个试图 做成一个试图怎么去做 是不是刚才像我这么去说的 你比 怎么去做呢 你给大家看一下 你比如说你可能就定一个叫做register 定一个这样的register 然后呢你在这里判断 如果request.myster的 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以get的请求方式过来的 那我要做的工作 实际上就是就渲染模板啊 render 然后呢去渲染一下对应的 在这个dungle里面 是不是第一个应该是request 第二个是比如说就是register.atml 不客气控制的方式啊 然后呢再紧接下来 iOS 那我都不意再去区分了 因为它只有这两种方式 所以呢 iOS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相当于是 以po的方式访问过来的 能够去接收对应的表代数据了吧 是不是可以做出这样的方式啊 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的 我以为之前你们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的 我提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实际上是可以把一个东西呢 都做到一个试图函数当中来 通过myster的来进行区分 根据不同的形式方式 做不同的业务模式处理 这一点大家是一定要清楚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就是关于刚才我们所说的 什么时候会用到myster的这样的东西 还有的UII UIL这东西呢 你也可以是通过这方式来拿出来 用户访问的路径到底是多少 前面这一参数呢 我们就再说了 再说哪个东西呢 是Files Files也是可以去拿送过来的 那在Jungle当中 我们在进行操作文件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你直接指明那个模型内里面 是image field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如果想自己直接去操纵用户给我传送过来的文件 我还想给它保存下来 怎么去做呢 我们可以通过request的对象当中 有一个Files属性 这个Files属性就是包含了用户所畅传过来的 所有的对应的图片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咱们就针对一个Files来进行处理 那就相当于是说 在Flux里面没有人帮助你自己去保存图片 要想保存图片 只能自己来去解决这个东西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Files我们来去用呢 那同样的是在这个request当中的这个Files 那Files呢 你在去理解的时候呢 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什么东西呢 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字典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去看一下大致的流程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字典的方式 通过request的方法 在这个Files里面去拿取参数 拿取的这个参数的名字 什么东西呢 可不是文件的名字 而是说你在表单当中 所去填写的表单的这个字段的名字 你可以把它拿过来 把它拿过来之后的话 然后呢 你通过这样方式拿出来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文件对象 这个文件对象还有没有一件啊 我们在基础班的时候 应该去学过操纵文件吧 你open的时候是不是能打开一个文件呀 然后打开出来的呢 拿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一个文件对象啊 所以它通过这样方式给你反复出来的 就是一个文件对象 也就意味着说你如果想要去读取这个文件里面 到底有什么内容可以去读取 file这个f对象里面的read的方法去读 然后呢你想去写入某个东西的话 你还可以f.read的方式去写到哪个里面去做 通通的都是可以的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这个东西的话 它不仅仅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文件的对象 原因就在于这个flux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封装 它有了新的方法 flux会把这个文件对象呢 在填充一个方法叫做save方法 它可以直接把这个文件保存到你所去指明的地方上面来 这是我们先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然后呢咱们来去看一下这一点怎么去进行相对应的使用 那么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们重新再来去建一个相对应的文件 比如说把它叫做upload上传 上传之后的话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去写一下相对应的代码 把刚才没用的这些呢 通通的咱们先都去掉 相去掉之后的话 然后呢把这一天也先去掉 去掉之后 然后咱们来看一眼 比如说我现在定一个路径 比如说叫做什么呢 就是upload上传 因为是你要往我这边发送 而且发送的是文件 那也就意味着说你只能以pose方式往来往不发吧 pose方式是不代表这个请求体的呀 所以只能是pose方式 我把随着就给你去掉了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东西我也给你改一下 就叫做upload 然后呢在这里面我去进行上传了 这是接收 接收前端传送过来的文件 然后呢咱们来去看一眼 那怎么去操作呢 还是通过request的这个对象当中有一个files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那files这个属性呢 你要注意它是辅数 它实际上是一个字典 那我在这里面比如说就通过get的方式来往外拿 比如说拿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跟前端约定好 你会给我传送过来一个图片呢 就叫做pic 这是我约定好的 那这个pic哪然呢 就是在前端当中再去造的时候 再去选择form这里面的话 我会在这个字段当中给你叫一个pic 这个东西呢可以自己去指明 然后接下来再回回来来看一眼 我拿到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文件的对象了 比如说把它叫做fileobg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它是一个文件的对象 但是这一点你要去知道 我们在去写后端视图的时候 为了保证程序的健壮性 你随时都要去判断 有可能前端没有给你传送过来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再去操作文件对象的时候呢 得在这里面先判断吧 如果file这个obg 然后呢 它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它是那类型 有人是不是代表你根本就没有传送过来呀 对吧 表示没有传送数据 表示没有发送数据 没有发送文件 没有发送文件 那好了 我们什么东西不做 给你直接返回 return 然后呢 比如说返回这个东西 然后咱们待会没返回 没有未上传文件 然后呢 接下来再来往下去走 这时候如果没返回 是不代表文件对象是有的 文件有的对象之后的话 我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将文件保存到本地 将文件保存到本地的话 那我怎么去保存这个东西呢 那你去想一下 保存到本地的意思 就是说保存到哪呢 保存到我程序所运行的 这个目录当中来吧 这个本地 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吧 保存到我程序所运行的 这个空间来 那保存到我程序所运行的 这个空间来的话 那咱们怎么去做呢 这时候没有人帮我们保存 所以我们自己来去创建 比如说我现在让它去做哪呢 我会在我当前的 这个02Fload.py当中 我找一个地方给你保存 就是在同级目录里面 在同级目录当中 你只要去保存的话 我是不是最终得形成一个文件呀 对吧 那这个文件哪来呢 是不是得我们自己创建呀 所以将文件保存到本地的话 第一步怎么进行操作呢 是不是要再创建一个文件呀 创建一个文件 怎么去创建一个文件 是不是可以通过open的方法来打开呀 对吧 还有印象吗 open的方法你之前去学过哪种方式啊 是这个直接open 还有有没有学过位置open呀 没有 没有学过open 位置open是吧 那我们先来去说传统的open 待会儿再去说 真的是到了这地方了 卡路不缺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眼 open的方法先去打开 那打开的东西还有印象吗 怎么去操作 首先去打开一个文件的名字吧 比如说这个文件名字 我现在就固定死了 比如说咱们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咱们就叫做demo.gpg吧 比如说我去给它先放到死 放死了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第二个参数呢 是读取的模式吧 打开的模式 那我当前实际上 是不是要把这个文件打开之后 要往里面写呀 这写是不是才代表保存呢 所以应该是w吧 而且这个文件有可能不是文本文件吧 不是有可能是二进制的东西啊 所以最终就是wb的方式吧 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我最终实际上是不会拿到一个 本地的文件这样的对象啊 比如说把它叫做f f之后的话 第二步的操作应该是什么作业 像这个文件里面去写内容吧 那比现在来看一下 像文件写内容 像文件写内容的话 怎么去写呢 应该是f.read的方法 f.read的方法 是往里面写呀 对吧 f.read的方法 往里面写 那写什么东西呀 是不是应该刚才拿过来的这个文件呀 对吧 是不是刚才拿过来的这个文件呀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这个文件 我并不能直接让它写过去吧 因为写东西应该是接着的数据 所以我应该是不是读取呀 读取的话 我比如说叫什么东西呢 就叫做那个文件的data吧 数据 它从哪来呢 是从刚才传送过来的file对象当中了 因为我说了它是普通的对象吧 所以是不是有通过read的方法来读啊 读取完数据 我再把数据直接给你写到 当前的这个f里面 是不是可以了 写完成之后呢 第三步呢 关闭文件吧 这不关闭文件呀 关闭文件的fdr 所有层法是不关闭呀 关闭之后 那这时候就写到文件当中了 然后我写完之后 是不是可以return了 比如说就叫做上传成功 好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流程 咱们让程序呢 重新的去运行一下 往程序运行 运行之后呢 回过头来我开始测了 开始测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来看一眼 路径就变了 就得变成什么东西呢 叫做upload吧 upload 放到这儿 然后呢 对应的请求方式是pose请求方式 然后呢 body也不是这个东西了 而是这个form data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呢 也是不对的 把它去掉 去掉之后的话 回过头来 我再去点击一下这个form data 点击这个form data 点击这个form data 然后呢 咱们再来去看一眼 我们先点一下这个地方吧 先把它去掉 先点去去掉之后 回回来再点击form data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然后来看一眼 相对应的 我后端要接入的名字 叫pic呀 所以这个地方就要对应的是pic 文件呢 文件我选哪个东西呢 比如说咱们在那边 随时先截个图 我就这么把这个图截下来 保存一下 保存到本地的话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1.dpg 它叫做png 那就png吧 现在看一下 在当前的桌面当中 是不是有个1.png呀 然后呢 我回过头来 那我们把这五代程序 我去改一下 文件的对应的这类型呢 应该也是png 然后咱们程序 重新启动一下 回过头来 我在这个地方呢 去选择 选择去找到对应的1.png 打开 然后呢 我把这个东西要勾写上 这是要传送到后端的 所以此时呢 我点击一下设计操作 点击一下设计操作之后 这本领数上传成功啊 回过头来 看一下 当前在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已经多出了一个 dem.png了呀 对吧 我把它点开 点开一下 你看这个图片 是不是刚才我截成那个图呀 所以就是通过这样方式去做的 也就意味说你在张购当中 所去使用呢 因为是费用的算 实际上隐藏的 就是这样的细节 它做的工作 也是读起来数据之后呢 保存到本地了 就是关于这样一点特征 那这一点说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咱们去说过了 一个什么东西呢 咱们来去说过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file object 你拿过来的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文件对象 但它不是一个 我们之前所去用过的东西 flux对它进行了进一步的封装 那封装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东西呢 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三步 你可以省略掉了 可以通通的全部省略掉 省略掉之后的话 怎么去写呢 直接file object 然后.save方法 直接就去保存了 保存的话 你在这里面只要去传论一下 保存到哪就可以了 比如说写这个demo1.png 我就可以给你写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它就会把文件给你保存到这 直接使用 上传的文件对象 直接使用上传的文件对象 然后呢保存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咱们再让程序重新的去运行一下 回过头来 我在这个地方呢再来去运行一下 send 这里面是不是还上升中功啊 回来看一下 我这里面就多出了一个demo1.png 是我刚才保存的吧 所以这个文件对象的这个save方法 就在于这个地方帮助我们完成了上面的那点操作了 我们的精神 帮助我们走吧 我们的这些人 我们的精神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推动了 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精神 开始 这些人